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维积分创始的一个论文 那个论文讲什么呢 那个论文是被以为是维积分最重要的论文 也开始了这个所谓的学科 那个论文就是做维积分基本定理 原来呢 维分是什么 维分事实上就是求一个所谓的切线邪律的东西 我们有一个距离 距离变化就是速度 速度的变化就是那个加速度 那这些就是维分来的 积分是另外一回事 积分是算面积 算面积 算面积 那维分跟积分原来是两回事来的 但是莱布尼茨以至于牛顿 他们独立的发现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就是这个积分呢 基本上是维分的逆 而维分基本上是积分的逆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为积分基本定理 当然从现代的角度来说 他们的证明呢 都不是严谨的 那这个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那有两条的 第一条就叫做 First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那说什么呢 他说 我先积分 那这个呢 我们在课上呢 会给他证明的 就是 给定了一个 一个函数F Continuous 我们呢 先给他积分 积到X这个地方 然后再给他微分 对X来微分 会得到自己 我先积分 再微分 得到自己 这个不是逆吗 就像我们加法 对不对 我A加B 再减B 回到自己 那这个逆的关系 我们加减 是一个逆的关系 我们乘除 也是一个逆的关系 那微积分 也是一个逆的关系 当然呢 这个逆的关系 就不是那么完美了 不完美的意思就是说 它大概是一个逆 那第二个 第二个 就是说 如果F'等于F的话 那则 我的小F的XDX 从A到B 就是我先为分 再积分 我得回自己 但是这个自己呢 是这个样子的 是一个取极线 是极直的 这个所谓的 Lower Limit 跟Upper Limit 上极线跟下极线的 一个值 那就是等于F'B 所以在我的理解上面 就是说 这个不是完全是正好 是逆 但是呢 是非常接近 对不对 是你先为分这个大F 再给它积分 你大概得回 得回这个大F的一些量 相关的量 那这个就是 我们的 定积分 定积分出来的 那个东西 所以 从这两个 你看到就是 就是 这个微分呢 就是积分的逆 微分就是积分的逆 或者是 微分跟积分 是互为逆动作 这个是逆动作 是一个逆的一个运算 那就开创了 所谓的微积分的 这个世代 那 微分跟积分 哪一个比较容易 微分容易 还是积分容易 微分比较容易 积分比较难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 利用 微分 这个很容易的东西 我们就是 可以帮忙 我们做了很多积分 是不是 那比如说 我们 找这个积分 这个是不定积分 那不定积分 应该帮忙做这个定积分 那就知道它是等于 x的n加1 除于n加1 为什么 因为 这个微分就等于这个 不是吗 所以 我们怎么找积分的 事实上就是 我们很熟悉 微分的时候 就用那个逆关系 来帮忙找的 所以这样子就解决了 很多问题 解决了非常多的问题 那 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 这个sine的x的 是等于负的cosinx加c 比如说 1的x的话 就等于1的x加c 所以 他们这个了解 当然 从现在观点 我已经说了 它那个证明 可能是 还是不严谨的 那 那一直 就 就 打通了 这个关系 那这个关卡 那整个微积分 的应用呢 是 就是 变得就是 非常 我们利用积分 来做很多 大家如果有学 学物理的话呢 应该知道 就是说 很多物理的量呢 都可以用积分 来表达的 比如说 那个 能量啊 那个 弓啊 这些东西 都是可以用积分 来表达的 那 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学的是 比如说 一条线 的 那个 一个力 这样推向一条线 那个弓 但是事实上 一般的 一般的 这条线 可能是曲线来的 那 你这个怎么 怎么 怎么 这个是 F 乘以 这个距离 对不对 力乘以距离 但是 如果我是曲线的话 这个怎么搞呢 那就是 事实上 就是一个积分 FDS 要 要这样子去看的 那这个就是 线积分 那 这些 如果你不会算的话 你能表达 也没有什么用 但是呢 因为 这个 维积分 积分 定理 我们就 很多公式 就走出来 那 那我们就 就是 可以有办法 去算 那 维分本来就是 也是蛮有用的 极值 极大值 极小值 在应用上面呢 也是 非常重要的 那 现在呢 再串起来 跟积分呢 拉上这个关系 那那个威力 就当然更胜大了 所以这个是 1684年 那 维分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 我的F' X 事实上是等于 Limit的 X0吧 就是 F的 也可以了 X加Delta X 减掉FX 除以Delta X Delta X去向0 是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东西 所以 我们就 很多运算 就 就种出来 弄出来 那 大概 整个过程呢 就有点像你们 大一的时候 学的 维分这个过程 但是这些运算呢 一些最深层的 问题呢 却 还是没有搞得清楚 尤其是 这个Limit 这个东西 看起来非常直观 可是呢 也不是完全是那回事 有一些Limit呢 我们是 很容易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呢 有些Limit呢 你可能搞很久 都不见得可以解决的 譬如说 N的 N这方根 如果你是 譬如说 3的 N这方根 这个我当然知道 它是极限是什么嘛 你按一按计算器 大概就知道了 那可是 如果是 N的N这方根 状况是怎么样子 3的3这方根 不要3 我2的 2的N这方根 那 你 根2 然后 再立方根 不是一直地减吗 那所以 这个当然是 Limit是等于 1 这个是很清楚的 但是 N的N这方根 这Limit是什么 就不是那么好找了 就不是那么好找了 我们还可以 比如说 还有很多更复杂的 比如说 我们的N的 阶层这个东西 我们都会算 6阶层 就是6乘5乘4乘3乘2乘1 那4阶层是24 那6阶层就720 那这些都是有量的 但是 它跟 它跟N的N方 差多少 N的N方应该是比它大 对不对 那 但是差多少 它是它的几倍 这些都是可以 这些都是 我告诉大家 这个大概是这个量 N的阶层呢 大概是等于 这样子的一个量 OK 跟2π 乘以N的N加 2分之1次方 除以1的N方 那这些都是 一些复杂的Limit 那 你要了解这些Limit 你需要 花时间去 搞清楚 什么叫Limit 那 我告诉大家 花了多少时间 200年 从1684年 到Limit 的 那个 最严谨的定义 走出来 花了200年 所以大家一直在找 当然希望找简单的 那 但是呢 简单的 还是有一些些不完美 那最后呢 就是 弄的 就是一个 可以说是 复杂的一个定义 就是所谓的 我们这个课 我们这个上学期 其中一个重点 就是 Epsilon Delta Epsilon Delta定义 我想大家去年应该有听过 老师有讲过一下嘛 对不对 所以 那个不是简单的东西 所以 我们呢 在高等维基分 这个课 基本上是 将 这些 两个重点 第一个 就是 这个Limit 这回事 跟 连续 这回事 我们要搞得 很清楚 那 最主要就是 一个Epsilon Delta的 Definition 我们要想得很清楚 然后 我要求大家 就是说 这门课你就是要会做的了 你去年碰过一次 今天你再碰一次 那 我们就是 有这样子的要求 而 整个做法呢 我们发觉呢 就是说 跟 这个 可以用sequence 我们这本书 现在 我要介绍这个教科书 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基本上是 利用一个最基本的sequence 的定义 可以帮忙我们去处理 函数的 Limit And Continuity Of Functions 我们发觉呢 这个Limit 函数的Limit 跟Continuity呢 跟 这个 数列 的Limit呢 某一个意义是等价的 Limit of Sequences Limit An 某一个意义是等价的 那 这个是我们在课上呢 会讨论的 这个是一点 那 第二点就是说 所以我们有一个好的定义 发觉还不够 发觉还不够 就是 这个不够呢 就是说 我们对时数的 那个认知 我们觉得 还是 马马虎虎 还是马马虎虎 结果呢 我们发觉呢 就是说 我们呢 对时数呢 要有更深刻的认知 而且呢 就是 我们要需要用到 在 尤其是在 联系性的那个地方 我们发觉呢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 时数的 一个 重要的性质 那个叫做 所谓的 完备性功力 Completeness axiom 有没有听过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那 简单来说是怎么说呢 意思就是说 时数是 密密麻麻的 在我们的实现上面 它就是密密麻麻的 它没有动的 它跟有理数的最差 最大的差异呢 就是说 有理数是 也是密密麻麻的 可是有理数有动 两个有理数之间 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无理数 但是时数是没动的 就是一条线 结结实实的 一条线 中间没有动 那这个就是 完备性功力的 这个 整个精神 那 你讲 结结实实 它没有动 那这个是一个直观的话 我们数学不能这样子的 我们数学都是要逻辑的 若P则Q 都是清清楚楚的 所以当你要写清楚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烦一点 但是呢 整个精神就是那个精神 那这个呢 就是 我们呢 大概就是会从 这个完备性功力 先开始的 好 这个是 我的一个 可以说是 introduction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没有问题呢 我们先休息 我们先休息一下